面对各方面比自己优秀的人 总会身不由己地感到自卑 沟通交流中 明明有些见解 却犹豫再三不敢开口 该进的本分责任也进不到 变得唯唯诺诺 你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形 想尽快找到解决的路途 2022年 我在教会尽教灌信人的本分 我知道这是神的高台 就安立心智 一定好好珍惜这次操练的机会 为国度福音的扩展 献上自己的一份 之后我与张欣姊妹一起配搭 看到张欣交通真理比较透亮 交惯不同阶段的新人 都能因人而异 针对性地解决新人的问题 有时临到一些事我看不透 张欣也能轻松地交通解决 我就觉得 张欣是明白真理又实际的人 再看看自己 真是相形见出 对张欣 我是既佩服又羡慕 心想 张欣明白的可真多呀 我知道的那些 与姊妹相比 简直微不足道 如果一起聚会交通 姊妹会不会说我 这点水平还要交通 把我这半斤八两看透了 因此 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时 我就做个收音机 听姊妹交通 自己少说话 免得让姊妹笑话我 交通得太浅 慢慢地 我发现张欣聚会时 常常显露自己 说 某某姊妹 交惯的新人情形不好 她来到教会后 是怎样扶持起来的 夏教会看到 弟兄姊妹消极了 她是怎么交通真理 使弟兄姊妹 从消极误解中 走出来的 教会带领 有的工作忙不过来 她又是怎么帮忙的 这样很容易 让人高看啊 是 过后 我想给张欣点出来 可又一想 人家确实有些实际经历 交通解决问题 能达到果效 如果支点姊妹的问题 点不到点上 那姊妹会怎么看我呢 那你最后 点她的问题了吗 没有 后来 有一次负责人说话 没有顾忌到张欣的感受 张欣就对负责人产生成见 有些钻人钻事 我想和她交通 指出她的问题 但又一想 张欣比我明白真理 还用我指点吗 那不是搬门弄斧吗 本身自己就看不透事 明白真理太浅 在交通不清楚 姊妹还不把我看透了 我思来想去 话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 中午 我正好看到一段神的话 比较针对张欣的情形 刚想要和她交通 一个意念冒出来 张欣灵受神话 比我强多了 她什么都知道 还用我交通吗 还是让她自己 看神的话吧 这样既能帮到她 也不会暴露我的缺少 想到这儿 我对张欣说 这段神话真好 你看看 我马怀希望的 等着张欣看完神的话 能认识自己不对的情形 可没想到 她看完后没说什么 哎呀 我有些失望 想再给姊妹交通交通 可一想到 自己对神话的零售 认识很浅显 还交通不出 啥实际的东西 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吧 想到这儿 赫子妹交通的心 立马收了回来 还觉得 张欣现在虽然 活在败坏性情里 但她明白的那么多 慢慢的 应该会 自己认识解决的 那她后来 对自己有认识吗 哎呀 没有 张欣经常提这事 但她不是在认识自己 交通完后 反而让人觉得 负责人有问题 她流露败坏啊 是事出有因 有时聚会中 她也说这件事 对聚会就形成了 一些搅扰 哎呀 张欣在这件事上 还是没有学的功课呀 是 哎呀 我真想针对她的问题 和她交通交通 但每次想说的时候 这喉咙就像被什么 卡住一样 总觉得 张欣比我明白得多 我在交通 那不是关公面前 耍大刀吗 哎呀 还是不交通了吧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 带领来聚会 交通揭露了张欣的问题 张欣也接受了 哎呀 这件事对你的触动很大吧 是 我这才开始反思自己 嗯 几天后 我看到神的话 对自己的情形 有了点认识 嗯 全能神说 人性阅历范围内 什么事也不敢说话 一个劲儿 往后缩 往后退 人少的时候 还敢坐在人群里 人多的时候 看哪有角落 哪灯光暗 就往哪去 不敢到人前来 每当自己想积极 主动地说点话 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看法 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连这个勇气都没有 每当自己有这些想法的时候 自卑的情绪就一股脑地往外冒 在控制你 在压制你 告诉你 别说了 你不行 别发表观点 有什么想法 自己知道就行了 如果心里实在有想说的话 就记在电脑里 一个人消化就行了 可不能让别人知道 万一说错了 那就太丢人了 这个声音在不断地告诉你 不要这么做 不要那么做 不要说这些话 不要说那些话 导致你到嘴边的话 又咽回去了 在心里想了好长时间 想说的话 到说的时候就打退堂鼓了 不敢说了 不好意思说了 觉得自己不能那样做 做了就像违规了一样 就像犯法了一样 一旦有一天 你主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内心深处就感觉无比的忐忑 无比的不安 虽然这个无比的不安 会逐渐地消失 但是自卑的情绪 会逐渐掩盖你想说话 想发表自己的观点 想做正常人 想与其他人一样 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存心 这样的打算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你这人就是话少 安静 性格腼腆 不爱出头露面 人多的时候 说话会害羞 会脸红 比较内向 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是自卑 有些人说 我这人好像不自卑 我也没受什么挟制 从小到大 也没有人刺激过我 没有人贬低过我 也没有人压制过我 我活得特别自由释放 那是不是就没有 这种自卑的情绪呀 是不是这样 多多少少也会有 它不一定在你的内心 身处占主导 但是在某些场合 它也会临时产生 比如 你碰到了你特别崇拜的人 碰到了比你能耐大的人 比你有特长 有恩赐的人 碰到了比你强势的人 比你霸道的人 比你恶的人 碰到了比你个头高 长得漂亮的人 碰到有社会地位的人 有钱的人 碰到了比你学历高 比你地位高的人 碰到了比你年龄大 比你信神年头多的人 碰到了比你信神 有精力 有实际的人 你的自卑情绪 不由得就产生了 这个情绪产生的时候 你的自由释放就没了 你就会缩手缩脚 说话得琢磨怎么用词 表情也不自然了 举止言谈也受约束 就开始包装自己了 等等这些表现 也是因为自卑情绪产生的 阿们 从神话的揭示中看到 人有自卑情绪 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就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 尤其看到各方面 比自己强的 有恩赐的人 就更锁手锁脚了 就是看出对方的问题 也不敢说 瞻前顾后 顾虑太多 不能维护神价利益 是 反显我自己 与张欣配搭时 看到张欣明白的多 会交通 特别是 对新人提出的问题 都能解决 交通的也有路途 我就觉得 张欣有真理实际 相比之下 我差得太远了 我明白的那点 在张欣面前 只是小菜一点 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交通 我觉得自己在张欣面前 就像个小学生一样 觉得只管好好听就行了 不由地就活在了 自卑的情形当中 因着自卑 一起讨论问题时 我就做收音机 多数时候听子妹的 不发表自己的观点 看到张欣常显露自己 我也不给子妹指点帮助 还觉得 张欣有真理实际 尽本分有果效 流露点败坏性情也正常 当负责人指出张欣的问题 姊妹不反省自己 而是钻人钻事 我知道应该与姊妹交通 让她从中学功课 但我觉得 张欣比我能看透事 我呢 认识领寿一般 和姊妹不在一个层次上 就觉得没资格与姊妹交通 因为自卑 我看出张欣的问题也不说 在她面前缩手缩脚的 即使有点观点看法 也放弃交通 其实作为一个 有正常理性的人 不管自己交通得怎样 发现问题 就应该尽上自己的责任 能交通多少就交通多少 这也是实行一方面的真理 就因为自己的自卑 发现姊妹的问题 不敢说也不敢点 自己能做的 也发挥不出来 是 认识到这儿 我挺后悔的 在心里向神祷告 再临到事 不管对方是谁 只要发现对方的问题 就交通帮助 不再受自卑情绪的束缚 阿们 后来我也在心里 祷告寻求 为什么我在比自己 好的人跟前这么自卑呢 一次在聚会时 我交通了自己的情形 一个姊妹指出了我的问题 说我是 脸面地位太重了 怕说出来被人小瞧 失去自己的名誉地位 听了姊妹的提点 我就有意识地吃喝这方面的神话语 一天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多数人都会耍小聪明 就不会寻求真理 他就把自己的利益 脸面 自己在人心目中的位置 或者分量 都看得特别重 他唯一宝爱的东西 就是这些 他把这些东西抓得死死的 当成自己的命 至于神怎么看 神怎么对待 那是其次 先不管 他先考虑 自己在这个人群中 是不是老大 是不是能占据 被人高看的位置 是不是说话有分量 要先把这个位置 站好了 几乎所有人到了一个人群中 都要寻找一个这样的位置 这样的机会 如果自己的本事大 当然要占据至高点 如果自己的本事一般 也要在人群中占据高的位置 如果自己在人群中是下层 素质一般 才能也一般 那也得让人高看 不能让人小瞧 自己的脸面 尊严 这是最后的阵地 一定得坚守住 哪怕没有了人格 没有了神的认可 神的悦纳 在人中间 要争取的脸面 地位 人的高看 也绝对不能丢 这就是撒旦的性情 但人却意识不到 他认为 最后这点脸面 不能丢掉 他就不知道 把这些虚浮的东西 彻底丢掉 放弃了 才是真正的人 把这些该丢掉的东西 当生命守住了 人的命就没了 他就不知道 这个厉害关系 所以 他做什么事都留一手 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 地位 把这些放在第一位 为自己说话 诡辩 为自己做任何事 阿们 从神的话中看到 败坏人类 都特别保爱 自己的脸面地位 都想在人心中 有个好的形象 有本事 工作能力强的 想在人群中 有高的地位 得到人的高看 能力一般的 也不想干聚人下 让人小瞧 哪怕牺牲神家的利益 得罪神 也得维护住 自己的脸面地位 我就是这样的清醒 虽然我知道 自己没什么工作能力 但我临到事 首先想到的 还是自己的脸面地位 就算不能得到人的高看 但起码 不能让人小瞧 觉得这样活着 才有尊严 有人格 我凭着撒旦的生存法则 人活脸 树活皮 人过流明 样过留生活着 把自己的脸面地位 看得很重要 不管在什么环境中 都要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 即使自己不如别人 也要在人心中 有个好印象 一直以来 我都很在乎 别人对我的看法 当遇到不如自己的人时 我没有任何的顾虑 可以自由释放地 发表观点 但是 当看到各方面 比自己优秀的人时 我就采取躲避的方式 尽量不说话 把自己的缺少啊 弱点啊 都隐藏起来 不让人看到 自己不好的一面 这样起码提到我时 会给一个好的评价 不然 活得多丢人呢 我想到 有段时间 接待家的姊妹 活在消极情形里 我也能和她交通神的话 自己知道多少 就交通多少 什么顾虑都没有 交通后 姊妹的情形也能扭转 但是 到了张欣这儿 看姊妹各方面都比我好 我就怕姊妹看不起我 即使发现点问题 也不能指出来 这嘴就像贴了封条一样 就是张不开 不仅对姊妹的生命 进入不力 也影响了教会工作 我太注重自己的 脸面地位了 认识到这儿 我特别懊悔 就来到神面前 向神祷告 神啊 我不愿再这样下去了 我愿意悔改 求你带领我 解决自己的问题 阿们 你是怎么实心进入的 后来 我看了一段神的话 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在神家尽本分 不分年老年少 不分高低贵贱 在本分面前 人人平等 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不分有无资格 在真理面前 人人都应当存着 谦卑顺服 接受的心 这是人应当具备的理智 是人应当具备的 一种态度 阿们 神的话告诉我们 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没有谁比谁强的说法 也没有资格大小之分 弟兄姊妹 在一起佩搭尽本分 临到事 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进来 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 即使交通的浅 也应该尽赏自己的一份 发现问题 更应该及时提出来 维护教会工作 不做旁观者 这是每一个信神之人 该有的态度 就像和张欣佩搭 虽然他交通真理 比我透亮 但他也有缺少 也会流露败坏 当看到他流露败坏 或者所说所做 对教会工作不利时 我不应该袖手旁观 而应该把自己看见的 明白地交通出来 尽上我的责任 是 而我凭着世人的观点 看人看事 认为人与人之间 分高低贵贱 资格大小及强弱 弱的一方 永远没有资格 给强的一方提出异议 否则的话 就认为是 不知天高地厚 甚至遭到排斥 我的观点 真是太迷茫了 其实 即使哪个人 交通出新亮光 对真理有认识 也不代表人就完全了 因人都有败坏性情 都有可能凭己异做事 这就需要 别人的指点帮助 这是维护 神家利益的正义之举 对人的生命也有益处 是啊 真正追求真理的人 给他指点问题后 即使 因虚荣脸面 一时接受不了 会为自己辩解几句 但过后呢 通过寻求真理 反省认识自己 就能接受下来 是 接下来 在近百分钟 我常常祷告神 不再为自己的脸面地位 而患得患失 与弟兄姊妹 在一起相处时 不管对方是否比我强 我都正确对待 只要做到 不合真理原则的地方 我发现了就提出来 和大家一起寻求交通 当我这样实行的时候 心里边特别地轻松释放 感谢神 后来一次聚会时 我遇到了几年前 交惯过我的刘慧姊妹 她尽本分时间长 也会交通 那时候啊 我就挺羡慕她的 这次再接触刘慧 听她交通有曾有刺 挺清楚的 相比之下 自己还是不行 又有些自卑了 是 一次一个姊妹 临到修理对付 老师讲理 刘慧就给她交通 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 姊妹听后挺害怕的 但我觉得 刘慧解决问题 没有路途 也不注重 结合神话 见证神话 这样达不到 见证神的果效 我就想给刘慧点出来 但又想到 自己虽然近带领本分 但跟刘慧 还是有不少差距的 我想说的 刘慧应该也能想到 还是别说了吧 这时我意识到 这不是右手 自卑情绪的挟制了吗 以往因为自卑 该进的本分 进不上的画面 又浮现在眼前 我心想 我不能再活在自卑里了 得放下自己的 脸面地位 不管姊妹怎么看我 都得把我明白地 交通出来 与姊妹们一起进入 不再留下遗憾 感谢神 于是 我就把我发现的问题 提了出来 刘慧听后说 我提得对 这样互相取倡不短 和谐配搭挺好的 对自己的生命长进 也有益处 感谢神 我能从自卑的情形中 走出来 放下脸面地位 这点变化 是神做工达到的果效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